当然 你马老板的事 我还能不放在心上吗 明天上午来看样品吧 OK 拜拜 喂 我找阿伟啊 他不在 你是阿珠吧 麻烦你告诉他一声 等到了歌厅给我来电话 谢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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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妙脸 阿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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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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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等等我找你们有事情 对不起下班了 有事啊明天再来吧 老林走吧 怎么你们举报中心的人也到点下班 我们也是人 也得吃饭睡觉 这样吧 你有什么材料啊 先交给我们 怎么样 不行 我现在就得谈 嘿 嘿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哈 黄经理 你好准时啊 欢迎欢迎 当过兵的人吗 请请请 二楼牡丹兵 潮州菜一流的了 谭经理 欧老板来了吗 我表哥在东京回不来 不过安律小姐马上就要到了 听说这位安小姐不同凡想 当然了 是我们贸易界的发装金发了 是吗 请请请 六百块钱搞定的服装 一送就是两套 二十四平均项链 珍珠别针 我老婆就这样给她弄到手的 妈的 给 她唐辉一个月工资有多少 哪来这么多钱 谁不知道她打着国营公司招牌 挂羊头卖狗肉 几百万几千万的进出口生意 哪一笔她不捞 有什么证据吗 反正我敢肯定 他们深光公司绝对有问题 你跟举报中心 一定好好查一查 小卫同志 你谈的这些太不具体了 我们很难查 如果只是生活作风的事 那你找纪委反呀 我老婆说了 最近他们公司要进口一批彩店 转手倒卖 八千台 珠小姐 今晚有你的歌 有啊 欢迎张先生来听啊 那是 有你唱歌我一定要去听了 就不怕你太太吃错吧 哪里哪里 好好好 安小姐 请请请 好的 好的 那笔声音怎么样了 我们等了 请慢 唱一首歌 好的 安小姐 安小姐 今天我没有见到阿伟 你让我传的话 我就没法传达了 没关系 对不起啊 不要紧 我再跟她联系吧 拜拜 再见 安小姐 还记得我吗 上次跳舞 当然 张老板那笔破毛生意 赚大钱了吧 哪里哪里 马马虎虎的了 安小姐 明天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多谢张老板 改天我约你吧 再见 那好 拜拜 再见 在价钱上 我们不能再退让了 方总 安丽小姐来了 好 好 走 那位神通广大的人物 来了吗 刚来 中间那位穿浅灰色西装的 高个子就是了 还有李主任 曹经理 冯经理说 明后天要回请我们 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了 这位是欧老板的中方代理人 安丽小姐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冯总经理 旧阳旧阳 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今天荣幸直至 对不起 我来迟了 女士们是永远有理由知道的 而男士们永远要等候 请请请 里面请 里面请 请坐 安丽小姐坐过去一点啦 起点啦 过去啦 这里的潮州菜西服是非常有名的啦 现在已从香港请回来的啦 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啦 来来来来 大家为欢迎冯总经理的光临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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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欢迎冯总经理光临 我代表欧老板 敬冯老板一杯 啊 请 我不承认我有过窗伤 我的歌声没有半点凄凉 那些语组不是我的眼泪 那些诚勿不是我的迷惘 我代表欧老板一杯 没想到吗 闹了半天 安丽小姐 就是你啊 生活就是演戏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你为什么改名字了 白丽 这是我自己的事 冯总经理 这里没有白丽 对不起 安丽小姐 嗯 我想 我们总应该好好谈谈 我们之间 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到了之后 欧老板会亲自和你结婚账 跟我没关系 啊 对不起 我再等一个纽约长途 是陪的 对不起 你乖 怎么不笑呢 这位安小姐 好高傲啊 当年也是个黄毛丫头 还做个娜 还不看我表哥 一生地板的欧 怎么让欧老板看上了 女人嘛 漂亮是第一的啦 还有聪明 有机灵 运气又好啊 他那个时候在立元宾馆 做客房的服务员 建了一个找我表哥的美国长途 他叫我表哥不在啊 安小姐居然用英语跟洋人说了半天 把生意的事情记下来 又到火车站找到我表哥 哈哈 这本生意就做成了 几十万美金啦 哈哈 我表哥就赏自己他了 哈哈 我不承认我 没有过床上 哦 是他的聪明了 你的电子 他又大又忙 又砸东西 还要跟我离婚 我 我该怎么办呢 经理 忍一忍啦 多说一些好话 他口气消了 就没事了吗 刚才他出去了半天 回来就说你会倒霉的 也会遭报应的 说不定他去告了我们 告 他告诉他什么 现在谁管男女的事 你怎么样了 阿伟 过来 你跟我说清楚 拿好 看你这副样子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坐下说 完了 李姐 阿伯的不是东西 他把我们的钱骗走了 什么 你说清楚 阿伯前几天 不是和我通了电话 说他在香港买了物料 就回来 可今天陈老板从香港回来说 他在飞机场前眼 看见他登上了去南美的飞机 根本不回来了 阿伯 想不到这么老实可靠的人 居然会干出这种事 你这两年的积蓄 还有我的钱 钱完了 又欠了一屁股的债 阿伯 你干什么 你让我喝 你疯了 死了到神经 住嘴 你 拿去 先凑合几天 那你怎么办 我不要 别管我了 我有办法 总比刚认识你的时候好多了 那时候我只有两块钱 我也过来了 我就不信 我们的天鹅服装公司办不成 喂 你已经回香港了 我以为你在东京 安女姐 我回客厅了 不许再喝了 你稍等 蓝颜公司的钱今天还没有汇到 陈先生把责任都推到银行的头上 是的 耍滑头 明天叫阿梅去银行查 外汇调剂的事 方老板这一关很难攻 不过我已经打听到 他的小姨子在蓝马公司做事 对 康改跟蓝马的经理很熟 不要舍不得花钱 你做主了 北京的冯总 见到没有 好点 要多和他打打交道 这个人很有背景的了 这个人我不喜欢 一看就知道人品很坏 人品 幽默搞臭 没有跟谁的共产党干部 我的靠没有文钱 怎么办呢 嗯 嘿嘿嘿 好吧 好吧 你看 深光公司进口的是八千台监视器 监视器 是的 是拿含的产品 五千台监视器 是环球科技开发中心申报的 委托深光贸易公司进口 披荐我们已经核查过了 没有问题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这份材料吗 可以 请稍后 谢谢 老张 给他们复印一下这份材料 好 就这样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蛮好的 这种彩电不比日本出产的差 清晰度也很好的 一瓶 买到手了吗 让人家给抢走了 安小姐回来了 冯先生 请进吧 好 冯先生突然光临 酒盒贵干 嗯 我从来不在家里谈生意 我 只想看看你 嗯 好奇心 你想知道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看吧 怎么样 还可以吧 欧老板带我不错 你还想知道什么 我一个月 拿多少工资 有几个情人 不不 你别误会 那你是不是觉得我比八年前更漂亮了 当然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 那么你不想约我出去玩玩 海滨一场怎么样 月光下 我在前面跑 你在后面追 够事情画意的吧 想不到安小姐 变得这么 变得这么开放 不过我现在很忙 非常遗憾 想喝点什么 自己拿吧 啊 过了 我告辞了 一件事器的名义 搞到批文 实际上当彩电高价倒卖 每台价格一千元 八千台就是八百万 真够黑的 可这些批文上的每一颗章 又是堂堂正正的 一点漏洞也没有 既然有人举报 就一定要漏洞 我就不信 他们能堵得那么严丝和缝呢 哎 过两天 咱们再找小魏的爱人谈谈 他和他丈夫不是一条心 会说吗 小林啊 刘主任 李陪也在这 来来来 吃虚子 刘主任 您也一块吃吧 我还得回去呢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刚才开了会 房子没问题了 再熬两个月 你们就可以办喜事了 还早呢 就是 你再等等吧 这蚊子多 够厉害的 白天都得点蚊香 这儿的蚊子 七声 跟个体后一样 小 好 新光公司的情况就这些 有什么新的情况 你看 咱们再及时联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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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我还有点急事 我先走了 张小姐 对不起 我来晚了 没关系 我已经叫他等你了 实在对不起 请吧 请进 白丽 林先生来了 我就是白丽 有什么事吗 找错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安丽 安丽 安丽姐 什么事啊 阿伟 安丽姐 快走 贷款的事有希望了 真的 防止品公司赵经理说 他们总团罢了 让您现在就去 太好了 真是天无杰人之路 快走 真是太感谢你了 赵经理 没问题 我们总总理 一听多次安丽小姐的事情 就二口答应了 安丽小姐 门声很少了 真的 先生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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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总正理 安丽小姐来了 对不起 我们总正理很忙 请稍后 好 好 谢谢 请 请 对不起 四台了 赵经理 麻烦你了 没关系 真是太感谢了 没关系 您慢走 安丽小姐 你能亲自光临 不胜荣幸 这位是 这位是 这位是阿伟 你好 冯先生 当然 当然没有问题 谁都有为难的时候 不 我想这太给您添麻烦了 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再决定要不要向您贷款 李姐 的确 我们并不太急 过几天再说吧 再见 可以 李姐 你怎么了 你别走 对安小姐的便 只要你需要 我一定帮忙 好 对不起 打扰了 对不起 你疯了 李姐 为什么变卦了 她是个 骗子 骗子 我不清楚 我只管接待客户 我是搞公关的 真的 林先生 他们老板谈什么生意 我们是不好问的 就对你的 您赶紧 这张内积 这张内积 我们已经贷了 很少 一会 喂 是唐经理吗 我是安丽 我昨天已经在香港卸船了 是的 请通知一下冯经理好吗 再见 excuse me 您有什么事先生 麻烦你我先打个人 他好像 在这工作 二十多岁 叫什么名字 叫白丽 对不起先生 我们公司没有叫白丽的 抱歉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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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小姐 安小姐 他们要走了 谢谢 谢谢 请问你能够装装时间吗 还是不 是我们的事是让我们的事是处理的 对不起 对不起 太巧了 安小姐 我是专门来请你吃饭的 今天晚上请你无论如何要赏光 不行 安小姐 你变得让我差点认不出来了 是吗 有时候我自己也认不出我自己了 你倒还是原来那个样子 这世界太小了 上次在海关 那小旅馆 我也去过 我找了你大半个中国 我说 我不是在心上说了 这是你留下的 就这么几句话 这能说明什么 你这流战 就是分手 我说我 总该说个明白吧 说不明白的 为什么 你还在想活得好好的吗 过去的事还提他干什么 对不起 你 我这个人太认真了 是 是啊 你这些人太认真了 还在想活得好 你这些人太认真了 我认真了 我们真不该见面的 遗忘的一切不要再去想 偏偏久情漫娃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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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那沿着一席梦的甜蜜 那心中只有一天惆怅 初恋的惊喜 初恋的心跳 终生难在品尝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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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沿着一席梦的甜蜜 那心中只有一天惆怅 路易 你上哪儿去了 等得我好着急啊 谈生意 你回来怎么也不先来个电话 临时决定去一趟上海 半个月不见你 好想你啊 想我吗 嗯 喂 怎么 有什么事不高兴吗 没什么 我有点累 哦 你看看 我给你戴什么来了 宋经的衣服实在贵 真不是在香港买 不过 也是我一点心意嘛 来看看 喜欢吗 这颜色跟你太太穿挺合适的 我不要 又来了又来了 替他干什么呢 我也是没有办法嘛 来来来 哼 好了好了 谢谢 洛伊 这就对了 洛伊 嗯 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这次买电视机的commention 我想要现金 做什么 你要什么 我给你买了 不 我有个朋友 做生意 让人给骗了 男的 当然是女的 想给你借钱 嗯 是 我们是患男朋友 总不能见死不救 我要是你的话 我可以给他百分之一百的同情 但是 绝不会借给他一分钱 因为 他肯定不是一个能干的生意人 而且 我更不会跟他合伙做生意 谁要跟他合伙做生意了 你不给就算了 哼 好了 好了 不是我小气 是怕你上当 你的抗美性 每一笔都存在香港银行里了 你放心 好了 你知道这套公寓 现在的价钱吗 当然知道 你总是提醒我 不要忘了你的恩惠 是吗 哪里的话 我是想 明年 肯定会翻出百万大关 你又赚了 我想你 请 不 路易 今天不行 不是时候 我明天一早的飞机 只有一晚上 起来 起来 我更 Fuj 咦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的工资按照合同这个月全部照发 你把工资交给金小姐吧 经理 走吧 来了 经理 哈尔滨的客人到了 安排救救了 住在奥林匹克饭店 好 晚上给他们接风 这样子咱们的那些警告 一定要查清 你给我回来 算了别去了 我不想去了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 啥事 请问 你们是哈尔滨来的客户吧 是 有事吗 快 去海关 走吧 喂 来您了 先把车开到停车场去 你怎么学习 开怎么了 我也搞不清楚 这是我们的货 这是搞什么吗 会有货扣 怎么回事 走 怎么了 可能出事了 我们的货 出了两个问题 可能被扣了 找咱们去 走 走 这是干了中央大印的 环球科技开发中心的进口批建 这是他们对我们升官公司的进口委托书 这是合同 你看看清楚 这都是经过公正的 你们扣货有怎么道理 我们的环球中心 是直属中央的私局局单位 检视器是发展科技电脚事业的关键设备 有关领导是经过认证研究才批准进口的 进口是经过批准的 但是没有批准你们转手倒卖 这笑话 谁转手倒卖 这是怎么回事 每台加价一天一百五十元 卖给哈尔滨北极电器公司二百台 哈尔滨 没有搞错 这唐亏两个字 不会是别人冒充的吧 这可能是下面人搞鬼啊 我调查一下 我们也要进一步调查 不过 货 要扣在海关 这个你了解吗 不清楚 你们回去吧 走 请问 你归姓 姓林 林一平 凡丽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凡丽 凡丽 嗨 上车 你快点 快晚了 没事 忽不了 对不起 好 对不起 Dixie 你這個人太不得了 為了一個醜女仔 引出更多麻煩來 這個就不好說了 表哥 可以有隻黑衣兵的兩百財經的嘛 抓住一個證據 就會抓住十個來 他們扣過這時候很厲害 眼看著客戶就要紛紛上門了 看你怎麼應付吧 這裡就不要操心了冯老闆 我馬上就去辦這杯罰款 不就可以取候了嗎 你想得太容易的唐先生 罰款 你罰的再多也是公司的錢 可我呢 弄不好在蹲監獄 懂不懂 不至於吧 就憑冯老闆 那麼大的本事 歐老闆 我不喜歡這時候開玩笑 安妮 老實說吧 事情鬧大了對誰都沒好處 是不是 歐老闆 是啦是啦 我還要在這裡做生意了 趕快想辦法讓他們放行 還是我那句話 只要錢送到了 沒有辦不成的事情 三萬不夠五萬 五萬不夠十萬 安妮 你明天就去找舉報中心那個人 好的 安小姐 她姓林 叫林毅萍 叫林毅萍 哎 哎 嗯 走 你看怎么样 不错 小姐 多少钱呢 230港币 这么贵 贵是贵了点 不过款式很新颖 面料也好 你好 林先生 你好 这是李培 你好 这是安丽 你好 李太太 不是 不是 是朋友 这套衣服不错 你穿着很漂亮 你们老板呢 在比 两宅 安小姐来个 没什么 你太一件三 我朋友好综艺 打算平地了 安小姐个朋友嘛 没问题了 两百万大不大个 同类港了 我的朋友啊 要不不了 可以 别麻烦了 不不不 安小姐的朋友嘛 是笨了 一百块算了 叫这样的朋友 是你的荣幸 林先生是举报中心的 好荣幸啊 你们请 谢谢了 怎么样 谢谢 谢谢 他可不可以还价 那天我 真不好意思 其实 想跟你说的话 还很多 对不起 公司有事 我先走了 今天晚上 你在新世纪大酒店 门口等我 八点钟 一平 你看 他结婚了吗 谁呀 还有谁呀 他呀 不知道 你没问问他 没有 那他在哪工作 我也没问 好像 在银城大厦 一个什么公司吧 你找什么 是不是他 我说过 这个仇敌 能不能请别人 不要动 对不起 是他 来呀 上车 上哪 你别问 这怎么样 真不错 我就是带你到这来散散心 活得太累了 我喜欢一个人到这来 换换空气 你现在 还是一个人生活 有很多男人追求我 崇拜我 利用我 可是没有人真爱你 像演戏一样 热闹 开心 都是假 哎 说这些干什么 我说了 来 游泳吧 来啊 来啊 你等着 Forbes 哎 爱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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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忽然好像回到了学校 是的 我也觉得你还是百里 真的 这些年我没有爱过 除了你 快离 不 怎么了 一平 我不奢望得到更多 我只要今晚 百里 一平 喂 谁啊 是的 我已经找到他了 明天再详细谈吧 拜拜 是你老板 一平 他做什么生意 什么赚钱 他做什么 他很精明 跟好几个上层人物都有联系 不过 我们的生意最近遇到了点麻烦 不说了 现在不想谈这个 什么麻烦 说不定 我能帮点麻 最近他卖给内地八千台监视器 唐亏的表哥 嗯 是的 或者你给扣住了 你参与了这件事 金贵 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 你能不能放他们一马 要什么条件都好说 只要你不再往下查 发点款就过去了 好处费多少以我来定 你不要白不要 别送了 你可以不要钱 但你是查不出什么结果的 他们的后台很硬 你知道 你给我住口 想不到 你把我骗了 陪你玩 陪你乐 搞了半天都是骗局 圈套 我没有骗你 我说的都是真话 我是为你好 为我好 那你说 风锅将倒卖批文 卖了多少钱 你说 你说呀 那是他们俩的交易 我怎么知道 你的确变了 彻底的变了 你不要走 爱情和交易是两回事 你怎么不明白呢 别的 快 一平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听我说 你放开 一平 你别走 你听我说 你放开 我教你 我教你 你别走 我教你 你别走 你说过 你爱我 我心中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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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轉眼淚 你騙我 又不理我 哦 哦 是你說 說錯 走 上去坐一會兒 喝杯白蘭蒂 我還要再趕一場 去翠鳥酒店 一天也無常 你不要嗓子了 今天媽媽不在家 你就不能陪陪我呀 我知道你心裡有個人 可他根本就怪你 你別管我 哎 阿偉 老林 你看 過了這座樓 前面就是小妹的家 請問 小妹上哪兒去了 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昨天晚上就搬走了 老林 你看這兒 老虎 你看這下 這兒 還有這兒 這兒很明顯 這是剛剛一份的帳門 好 喝水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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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喝了 謝謝 你喝了 謝謝 你喝水 喝酒 沒事 喝茶呢 人家喝茶呢 你不開不可營的 不過 請一輩子 那怎么办呢 那好笑啊 我没同你打包平 你现在不正义就有什么办法了 蒙明天明 算了 别理他了 做生意嘛 总是有赚有赔 我不是说过 那一次 我已经完全破产了 差一点都想跳楼 还不是咬紧牙关 挺过来了 你是一个很不一般的女性 经过不少磨难 奋斗出来的 我就喜欢这一点 路易 我觉得这件事 很抱歉的 在想象办法嘛 别难过 小事情了 进来 王先生 喂 谢谢 谢谢你 怎么回事 干嘛非要我回来 冯董请上车吧 就是难办 卡在曹局长那了 他女儿出国的事 弄得他很被动 现在干脆连剑都不见我们了 有好事都往前搜 一段坏事都往后缩 我最讨厌这种人了 妈的 我们文球开发中心 是以发展科技为宗旨 从来不考经验 李主任 我们已经来过三次了 好 那我看了材料再说吧 我们是警报中心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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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坐 介绍信 坐呀 好好好 张秘书 我们这次来 是想了解一下 关于环球科技开发中心的 这份批文的情况 张秘书 这是给你们的 谢谢 再见 谢谢 谢谢 他送台 出牌 出牌 来来来来 吃点水果吧 先吃水果吧 另外 刘大姐 吃点水果 谢谢 张琳 您请您 先吃水果 你也吃点 腰鸡 别客气 你也吃 该你了 谢阿姨 打这场 别打这 发财 谢阿姨 等会儿 黄买买回来 让他给曹叔叔打电话好吗 哎 手辈呀 就那个大老曹啊 哎 还用麻烦老爷子干嘛 让你提阿姨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就是啊 来 盖 你看 哎呀 盖他 老他碰了 哎 你那点事当然得说 行不行 不行 别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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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 你看看这个 白板谁要 我 干谁吃了 吃了 胖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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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饼 哎呀 哎呀都糊了 哎呀我早进来了 国家 行 好就这样吧 你们反映的情况 等黄老回来以后 我一定向他汇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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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继续 晚安 小兄 同学们 下面她就要开始 他在那裡 快点快点 好 刘副主任 要核实一下 搞清楚 刘副主任 为什么通知海关放行 为什么 刘副主任 我先走了 这明摆着 是总大案 冯国将倒卖批文 欧陆域操纵供销 唐规转手倒卖 这么大的事 你刘副主任 你的轻而易举的放过了 这只是你的推断 证据呢 有哈尔滨那两百台 人家早就照章罚了款 只要坚持把货扣住 问题马上就会暴露出来吗 这一点 你刘副主任很清楚吗 你让人什么 放行是领导上决定的 告诉你吧 黄老亲自来了电话 你呀 我还为你打保票 你可真够争气的 感谢大家光临 黄老板赶过去了 来 黄老板 干杯 来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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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行 黄老板 你的条件也太高了 什么样的女人 才会你的心意呀 就是嘛 这个我知道了 出门是贵妇 在家是走步 上床呢 是大步啦 黄老板 黄老板 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想不到安丽小姐 假戏真做呀 你要多少钱 朋友了 小意思 不 朋友归朋友 生意归生意 那好 这次扭转局面 我出了多少力 你是知道的 以前的价钱 是不是可以再商量商量 好了 好了 后货期间的损失 我欧母猫了 你不用出一分钱 怎么样 黄老板 够意思 黄老板 黄老板 下来呀 好好好 黄老板 你在钉烧 我在看海 太阳在这一时刻 特别辉煌 大海也变得格外庄严 面对如此 纯下来自然 真是想到自己的过去啊 你想干什么 告别 明天和欧老板结着仗 我就要走了 我一直在等你开口 安妮 别误会 我不会再碰你一个手指头 生意归生意 感情归感情 那很好 谈谈你的具体打算 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我们两个不能合伙 办一个公司呢 凭我们俩的智慧和能量 还有什么办不成呢 我出钱 你的天鹅公司 马上就可以飞起来 三七二八分成都可以 不比你在香港人手下打工抢 他说走就走 靠得住吗 他靠不住 你就那么靠得住 你信不过我 还信不过钱吗 不过 我得提醒你 有些东西一旦失去了 就很难再找回来 那个姓林的 他怎么了 你们好兴致啊 欧老板 来丽 冯总风流提挡 手段高超 你可要小心上钩啊 哪里啊 我岂敢在您面前搬门弄服啊 还望多多指教啊 上车吧 你不是很讨厌这个人吗 他老缠着我 有什么办法 你想跟他合伙做生意 怎么 不可以吗 当然 这是你的事 不过 我要提醒你 他确实像你所说的 人品很坏 你不是说 不靠这种人赚不了大钱吗 那是利用 凡是对我有好处的 我都可以利用 但是 我不存害人之心 按理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犯了什么错误 为什么要停止检查 你们都不告诉我 我就那么不值得你幸运吗 一平 一平 你说话呀 喂 哦 安小姐呀 嗯 她在 一平 喂 你找我干什么 我不放心你 你怎么样 怎么样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怎么了 出事了 我不清楚啊 没什么 我挺好 没事 喂 一平 我不值得你爱 我 您 您 你 好 你不知道 真卑鄙 无赖 凌芒 是啊 我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那天听了你的 一切都会非常美妙 香港银行里就会有我的存款 欧老板的酒宴上 就少不了我这个嘉宾贵客 还可以在你们的公司 弄个法律顾问当的 我花了几十天没抓到一个证据 反倒让人家轻而易举的抓住了我的把柄 就凭这一点 我就不是干这行的料 开除撤针 都是活该自走 以后 我要拜个小摊 到时候还请安利小姐多多光顾了 别胡扯了 快起来 你像个男人的样子 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 你起来呀 走 咱们偷偷看他玩玩几步 来呀 请稍候 我把支票开给你 好 好 安利 有时候我会叫你的 黄老板 请上车 请吧 安利小姐亲自送我 真让我受宠若惊啊 你的建议确实很有吸引力 我为什么要拒绝呢 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合作 从现在就开始了 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实力 我可以向你谈好 我可以向你谈到一切 那才好 喝点什么 随便的 给 谢谢 你说过 你说过 不碰我一个手指头 这次卖梯文 你捞了多少 你的老板真惊 玉父八十万倒挺痛快 可第二笔钱 他想扣我的 扣了吗 哪能让他扣呢 那你得多少 一百六十万 这么多的钱 你一个人独吞 还嫌少 小傻瓜 光给家姨儿媳妇买房子 就用掉七十万 上上下下我还要打点 我能得多少 不 现在不行 今天晚上我一定来 拿去吧 有酒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为了帮我吗 你不要以为我是在为你做什么 也不要以为我要证明自己是个好女人 我只是做了一件我自己想做的事 居然做成了 真有趣 真开心 你得罪了他们 今后怎么办 自然会有办法 我会活得更好 安小姐 你漂亮 泥人 有钱 我知道你过去跟一瓶好过 我并不嫉妒 可你现在 可你现在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你心里明白 你赔 你让我把话说完 你已经把她害了 可不能再来毁她 你放了她吧 如果你真的爱她 就应该离开她 姐 你这是干什么 你给我出去 李小姐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你放心 亲爱的 你果然来了 你 坐下 听我说几句心里话 你听着方秘书 你差点毁了我的一生 当时 我真想去死 不过 先要把你杀了 阿丽 你怎么了 我很好 我从苦难和屈辱当中挺了过来 我以为命运会给你惩罚 或者你的良心会谴责你自己 可是 我错了 你没变 你比以前活得更自在了 真是不公平 所以 我就跟你开了个小小的玩笑 拿去做个纪念吧 这次卖批文 你捞了多少 你的老板真惊啊 与父发什么倒进痛快 可第二笔钱 他想扣我的 扣了吗 哪能让他扣呢 你放开我 你让我下去 那你得高手 你打开我 对 Man 安丽 安丽 你疯了 怎么了 我高兴 我开心 你越来越不像话了 我就这样 你以后也管不着我了 什么意思 辞职老板 我现在就向你辞职 你喝多了 安丽 这是我给你赚的利润清单 当初你答应过我 回扣20% 一共是55万5000港币 这栋房子花了40万 扣到这些 你还欠我15万5000块 加上这次卖电视机的两万 我都要现金 请你把钱尽快付给我 再把房产证留下 我们就两清了 想不到 你这么无情 做生意 本来就是无情的 你教我的吗 安丽 难道 我们连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 罗伊 你带我很好 也给了我很多 可我只是你手中的一样东西 没有我自己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安丽姐 你来了 来 这是我的朋友 阿伟 他从今天起 就住在这里了 阿伟 车在等着吗 欧老板 我在丽丽大酒家 给你订了房间 安小姐 我很失望 教了你几年 你的成绩并不理想啊 这套房子 当初是以你的名义买的 但是 你对着我 做了一些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就不能这么大方了 昨天 我去房产局过了户 现在 这上面已经是我欧某人的名字了 不过 你可以在这里住到月底 不管跟什么男人 等等 把我的十五万给我 那是我的回扣 那是我喜欢你的时候 说着让你高兴的 现在 你辞了我 当然也就无效了 以后你要有难处 还可以再来找我 再见 不管怎么样 你现在属于自己了 我已经挣了一些钱 咱们可以把公司搬起来 让我跟你一起生活吧 你会幸福的 阿伟 这已经演完了 你该谢幕了 让我一个人拜承 回去了 回去了 嗯 嗯 我 安小姐 现在该轮到我来拜访你了 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这个畜生 你以为一把磁带就能送我进监狱 你也太平真了 我承认 我只迷了我一个女人 那就是你 可我偏偏 做了一件愚蠢臭点的事 我知道你恨我 可你知道吗 我比你更厌恶我自己 我知道你不愿意属于我 可我也绝不让你属于别人 白丽 该结束八年前 开始的这个故事 住手 我找了你整整八年 防走经理 你不愿意属于我 哎呀 我不能让你脏了我的手 咱们法院见 滚 一平 这是我给中央写的上报材料 请你签字 我们以后会怎么样呢 不知道 我就不相信他们能一手这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你拿那双看看 旁边的那双 对 你给我换一口 谢谢 小姐 那双行吗 像纸活的一样 对对对 一看就换 管是心意就行了 要什么精神 我的 喂 喂 小姐 你快来帮我换一双水 这个 行 行啊 怎么样 对不起 行啊 对不起 请问一下 这种彩电能当监视器用吗 能 可以的 这位先生 还蛮内行的 这个彩电销得怎么样 蛮好的 这种彩电不比日本出产的差 清晰度也很好的 一瓶 买到手了吗 让人家给抢走了 安小姐回来了 冯先生 请进吧 好 冯先生突然光临 酒盒贵干 嗯 我从来不在家里谈生意 我 只想看看你 好奇心 你想知道 我今天过得怎么样 看吧 怎么样 还可以吧 欧老板带我不错 你还想知道什么 我一个月 拿多少工资 有几个情人 不不 你别误会 那你是不是觉得 我比八年前更漂亮了 当然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 那么你不想约我出去玩玩 海滨日常怎么样 月光下 我在前面跑 你在后面追 够事情画意的吧 想不到安小姐 变得这么 变得这么开放 不过我现在很忙 非常遗憾 想喝点什么 自己拿吧 啊 过了 我告辞了 一件事器的名义 搞到批文 实际上 当彩电高价倒卖 每台价价一千元 八千台就是八百万呢 真够黑的 可这些批文上的每一颗章 又是堂堂正正的 一点漏洞也没有 既然有人举报 拿去 先凑合几天 那 那你怎么办 我不要 别关我了 我有办法 总比刚认识你的时候好多了 哼 那时候我只有两块钱 我也过来了 我就不信 我们的天鹅服装公司办不成 喂 你已经回香港了 我以为你在东京 安妮姐 我回歌厅了 不许再喝了 你稍等 南院公司的钱 今天还没有汇到 陈先生把责任都推到银行的头上 是的 耍滑头 明天叫阿梅去银行查 外汇调剂的事 方老板这一关很难攻 不过我已经打听到 他的小姨子在蓝马公司做事 对 康改跟蓝马的经理很熟 不要舍不得花钱 你做主了 北京的冯总 见到没有 好的 要多和他打打交道 这个人很有背景的了 这个人我不喜欢 一看就知道人品很坏 人品 幽默搞丑 没有跟谁的共产党干部 我得靠没有文钱 我得靠有点 嗯 嘿嘿嘿 好吧 你看 升官公司进口的是八千台监视器 监视器 是的 是南韩的产品 五千台监视器 是环球科技开发中心申报的 委托升官贸易公司进口 嗯 披荐我们已经核查过了 没有问题 能给我们复印一份这份材料吗 可以 请稍后 谢谢 老张 给他们复印一下这份材料 好 就这样吧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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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对 对 你生意怎么样了 我们等了 安小姐 安小姐 嗯 今天我没有见到阿伟 你让我传的话我就没法传达了 没关系 对不起啊 不要紧 我再跟他联系吧 拜拜 再见 嗯 安小姐 还记得我吗 上次跳舞 当然 张老板那笔破毛生意赚大钱了吧 哪里哪里 马马虎虎的了 哈哈哈 安小姐明天有空吗 我请你吃饭 嗯 多谢张老板 改天我约你吧 嗯 再见 那好 拜拜 再见 在价钱上 我们不能再退让了 冯总 安小姐来了 好 好 走 那位神通广大的人物来了吗 哦 刚来 中间那位穿浅灰色系装的高个子就是了 还有李主任 曹经理 啊 冯经理说明后天要回请我们 就好 啊 啊 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了 这位是欧老板的中方代理人安丽小姐 这位是大名鼎鼎的冯总经理 哈哈哈 久仰久仰 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今天荣幸直至 啊 对不起 我来迟了 哈哈哈 女士们是永远有理由知道的 而男士们永远愿意等候 哈哈哈 行行行行行 里面请里面请 行行 公众经理请 哈哈哈 行行行行 啊李主任李主任你请这里坐 好 请坐请坐请坐 啊 曹主任您坐 曹经理您好 坐坐坐坐 啊请坐 请坐 请你请坐 安丽小姐坐过去一点啦 起点啦 走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里的潮州菜西湖是非常有名的啦 哦 是特意从香港请回来的啦 大家可以品尝一下啦 哈哈 来来来来来 大家为欢迎冯总经理的光临干杯 啊 干杯 干杯 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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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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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的歌声 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你为什么改名字了 爱丽 这是我自己的事 冯总经理 这里没有白例 对不起 爱丽小姐 我想我们总应该好好谈谈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到了之后 欧老板会亲自 当然 你马老板的事 我还能不放在心上吗 明天上午来看样品吧 OK 拜拜 喂 我找阿伟啊 他不在 你是阿珠吧 麻烦你告诉他一声 等到了歌厅给我来电话 谢谢了 你怎么回事 你太好了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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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不要连 阿别 等等我 等等我找你们有事情 对不起下班了 有事啊 明天再来吧 老林 走吧 怎么 你们举报中心的人也到点下班 我们也是人 也得吃饭睡觉 这样吧 你有什么材料 先交给我们 怎么样 不行 我现在就得谈 来来来 来来 冯经理 你好准时啊 欢迎欢迎 当个兵的人吗 行行行 二楼牡丹厅 潮州菜一流的了 潘经理 欧老板来了吗 我表哥在东京回不来 不过安利小姐马上就要到了 听说这位安小姐不同凡凡啊 当然了 就文贸易界的发装之发了 是吗 行行行 六百块钱搞定的服装 一送就是两套 二十四根金项链 珍珠别针 我老婆就这样给他弄到手的 妈的 给 他唐辉一个月工资有多少 哪来这么多钱 谁不知道他打着国营公司招牌 挂羊头卖狗肉 几百万几千万的进度购生意 哪里他不老 有什么证据吗 反正我敢肯定 他们深光公司绝对有问题 你并举报中心 一定好好查一查 小卫同志 你谈的这些太不具体了 我们很难查 如果只是生活作风的事 那你找纪维反呀 我老婆说了 最近他们公司要进口一批彩店 转手倒卖 八千台 阿朱小姐 今晚有你的歌 有啊 欢迎张先生来听 那是 有你唱歌我一定要去听了 就不怕你太太吃醋 哪里 哪里哪里 这边 好好好 安小姐 请请请请 和你结晶账 跟我没关系 对不起 我再等一个纽约长途 适陪他 对不起 女归 这位安小姐 好高傲啊 当年也是个黄毛丫头 还做个娜 还不看我表哥 一生忌惑 哦 怎么让欧老板看上了 女人嘛 漂亮是第一的啦 还有聪明 有机灵 运气又好啊 他那个时候 在丽元宾馆 做客房的服务员 见了一个 找我表哥的美国长途 他找我表哥不在啊 安小姐 竟然用英语 跟洋人说了半天 把生意的事情记下来 又到火车站 找到我表哥 这辈生意就做成了 得是万美金啦 我表哥就嗓子起他啦 我不承认 我没有过床上 嗓子的女人 是他的聪明啦 你那点 他又大又猫 又砸东西 还要跟我离婚 我该怎么办呢 经理 忍一忍一忍啦 多说一些好话 他口气消了 就没事了吗 刚才他出去了半天 回来就说你会倒霉的 也会遭报应的 说不定他去告了我们 告 他告他什么 现在谁管男女的事 现在谁管男女的事 你怎么样了 怎么了 阿伟 过来 你跟我说清楚 拿好 看你这副样子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坐下说 完了 丽姐 阿伯的不是东西 他把我们的钱骗走了 什么 你说清楚 阿伯全体店 不是和我通了电话 说他在香港买了物料就回来 可今天陈老板从香港回来说 他在飞机场前眼看见他登上了去南美的飞机 根本不回来了 阿伯 想不到这么老实可靠的人 居然会干出这种事 你这两年的积蓄 还有我的钱 全完了 又欠了一屁股的债 阿伯 你干什么 你让我喝 你疯了 你死轮到谁 你快落下